我先有idea 可是我要make sure可行 我是先有reverse再回來 可是因為對我來講 就是Jewelry Thai是一個 我很覺得很重視 因為它算是一個common common etiquette的一個presentation 對男生跟女生 男生戴泰代表尊重 代表重視 代表去正式場合 女生戴Jewelry 同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如果做一個Jewelry Thai的話 其實這是沒有一個什麼性別 對因為我一直覺得就是 男生跟女生之間怎麼找到一個平衡 還是一樣兩個gender 雖然講說只是兩個gender 都是human race 就已經是很不同的species 對女生跟男生就是很不同 那怎麼一直找到這裡面的common elements 然後我覺得有多一點的這個overlap的area 或者是share這個common elements的時候呢 我覺得就有很多的平衡 我覺得所有衝突的東西 你都只是在不同的衝突的兩個物件裡面去找一個 他們兩個有重疊的地方 我覺得它是很characteristic 是很有個性的 然後是很personal 是很親密的很靠近的 然後是很溫暖的很sincere 是很我覺得是很有溫度的 所以我覺得珠寶是一個很能夠 speak out你的character的一個東西 就是在一個比較鋼鐵人 就是鋼鐵機器人的一個 一個大家對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一個concept就是覺得這是一個很強的 那它有很多的功能 它好像是比較英雄式的 可是對我來講這種英雄式的美 是很美的 就是這是一種有力量的美 我們看到的都還是它的function 它可以做的 沒有人去真的看到它裡面的那個美學 就是設計的美學 我們怎麼樣把這樣子有力量的美 放在珠寶裡面 然後讓它除了是一個 珠寶的這個世界裡面呢 它不是只有光像花瓶這樣子 它其實是更有多一點的multifunction的東西 其實因為這些idea 當然是從transformer來的 那其實包括在這些 好像覺得是男生世界裡面的這些英雄 我覺得它就是一種很美的 很多的情感面在裡面 唯一common的boundary就是 你是在創作 你是在做很 很獨一無二的作品 我覺得每個挑戰每個困難 應該到最後eventually都變成養分吧 可是 因為你克服了一個困難以後 你就會到下一個階段去 可是 所有我們現在回想起來的困難 都變成今天的優勢 好 好 好 再次夹准备